在几名冠军候选者都有了各自的目标后 他们便让这场本已十分激烈的争霸赛变得更加激烈 其中最疯狂的莫过于是来自海老总中学的严城军司 自从在那天见到自己的偶像三人组后 他便开始疯狂地扩张势力 短短几天时间内林兰的D班与E班便被其收入麾下 必定此时的他可不是那个从前本城身边的小跟班了 至此林兰新生争霸赛也进入到了冲刺环节 目前林兰一年级的六个班分别被四个人掌控的 在除去秀吉与军司外 林兰的F班与C班也被两位实力强大的心声控制着 可在今天下午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也传遍了整个林兰 那便是实力强大F班的相川竟然被一名叫做折顿的人轻松秒杀 一时间折顿这个名字也极快地传遍了整个林兰 至此这场争霸赛也进入了高潮 然而今天C班的有洞却找到了米奇 原来有洞自质以自己的实力不可能在这场争霸赛中获得胜免 于是他集结了在这场争霸赛中一些落败的不良 打算以偷袭的方式取得最终的胜利 为了进一步提升自己这边的实力 他也决定前来拉米奇入伍 但是一直崇尚正大光明战斗的米奇 怎会加入这个卑鄙的组织当中呢 于是米奇愤怒地便拒绝了这一请求 虽然没能拉实力强大的米奇入伍 但是这群复仇者联盟们还是打算继续出手 然而此时林兰的卫生间内三名冠军候选者 竟然在偶然之下汇聚于此 不过明显三人都不想在此时此地进行对决 从接下来他们的对话当中我们也得知 虽然秀吉与军司十分认可折盾的实力 但是却十分看不起他 因为他们认为折盾只是春道的一名走狗罢了 就算折盾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估计他也只会到春道那里低头打报告而已 而秀吉与军司的目标 可是打算取得胜利后去挑战春道的 所以即使他们真的最后败给了折盾 他们也是绝对不会服气的 因为他们所认可的是实力强大的对手而不是走狗 再说完这些后秀吉二人便离开了此地 现场也仅剩下折盾一人待在原地沉默不如 片刻之后只见他握紧拳头怒视前方 看来他是有了新的抉择 此时折盾的表情便如同 我看到你们不点赞不关注还催更的时候一般 而另一边的复仇者联盟也决定向军司出手 他们先是以单挑的名义将军司约了出来 随后趁着军司不注意背后偷袭 仅是片刻军司便被打得满脸鲜血 但是他依旧屹立不倒 就在众人打算彻底了结军司的时候 秀吉却赫然出现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复仇小队偷袭军司的这一幕 被当时在不远之处的米奇看到 于是一向遵从光明正大决斗的 他便将这件事告诉给了狂犬秀吉 秀吉在听闻此事后便急忙赶向了战场 虽然他们二人乃是竞争对手 但是他绝对不容许自己认可的这位对手 败在这么卑鄙的一群人手中 秀吉在看到伤痕累累的军司后 竟然开口劝道道 如果面对这群垃圾 你只能做到这种程度 那么你还是退出吧 从现在开始这群人由我来处理 结束后你把所有扭扣全部交出来就可以了 因为我比你强 再说完这些后秀吉竟然开始发怒 因为军司本是他挑选出来最后的对手 但是没想到他竟然会倒在这群卑鄙小人的手中 这样他的对手便变成自己十分看不起的走狗折盾 再让军司在一旁好好观战后 秀吉便一脸冷漠地走向了这支复仇小队 只是片刻的时间后秀吉便手握着五枚扭扣 幻不离开显然他是打败了这支复仇小队 并且折服了军司 让其心甘情愿地交出自己的那两枚扭扣 在秀吉离开后 现场也仅剩下沉默不语的军司 以及全部倒地的复仇小队 这位加东秀吉果然有着狂妄的本事 至此这场新生争霸赛 也仅剩下加东秀吉与花泽三郎这两位进行最终的决战 而最终的冠军也将在他们二位中产生 与此同时 同岛也在与春道讨论着这场新生争霸赛 只见同岛对春道说道 你虽然不承认自己是林兰老大 但是所有人都已认定你这个身份 而在这场新生争霸赛中获得最终胜利的那个人 也会前来挑战你 至于在众多位选手中 同岛明显更看好那位敢于挑战自己的狂犬秀吉 但是面对同岛的话 春道却满不在意 因为他已认定这场争霸赛最终的获胜者 必将是自己的那位学弟者队 必定他认真起来可是有着山源那般的实力 但同岛却立刻说道 如果那样的话 所有人都只会认为他只是你的一条看门口 虽然春道从未这么想过 但是如果事情最后真的这样收场的话 相信所有的林兰新生都会把折顿当成春道的一条狗 在同岛说完这些后便转身离开 只留下春道一人若有所思地站在原地 在这件事的第二天 这场新生争霸赛的最终之战也将爆发 而决战的现场竟然只有三个人 除去折顿与秀吉这两位冠军候选人外 也只有充当裁判的军司在场 在双方做好准备后 这场林兰第27届新生争霸赛的决战正式展开 两天后米奇找到了军司 他十分好奇两天前的那场争霸赛最终的结果究竟如何 因为自从那天以后 他们二人便没有在林兰出现过 通过军司接下来的话 我们也得知了那场争霸赛最终的胜利者乃是折顿 在对决的当天他们打得十分激烈 双方都没有半点退啊 但是最后秀吉还是倒在了折顿那强大的回旋梯之下 在得知折顿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后 米奇顿时便没了兴趣 因为米奇十分想要见识一下 这位林兰顶点方乌春道的实力 但是既然最终获得胜利的乃是春道的部下 那么这场争霸赛也将画上去好 可就在此时军司却说道 可能不会到此结束明天折顿就会出现 答案到时便会揭晓 之所以军司会说出这一席话 只是因为在那天折顿在从军司手中 接过那代表胜利的六枚扭扣后 曾经坚定地对军司说道 我不是走狗 与此同时林兰的天台之上 春道众人也在议论着这场新生争霸赛 只见同岛对春道说道 虽然最后获得冠军的是你的后背折顿 但是他有可能已经将你当成了下一个目标 但是春道却说道 放心我可是十分了解他的 他可不是那种自不量力的人 然而一旁的安田却开口说道 明知是死 但是却要拼死 到底那不就是男人吗 不得不说安田有的时候真的可以语出惊人 众人也因为这句话而佩服起安田 这个时候同岛也继续开口问道 如果折顿上来你会怎么做 而春道那冰冷的眼神却已显露出一切 在两日后养好伤的折顿终于重返林兰 重返林兰的折顿也直接登上了那代表地位的天台 这一消息立刻传遍了整个林兰 那群乌鸦也对这一消息震惊不已 他们没有想到这位春道的后背 竟然最终还是向自己的学长发出了挑战 一时间林兰的所有人纷纷赶向了天台观看这场对决 但有两人却与众不同 军司在得知这一消息后没有太过震惊 也没有选择前去观战 明显他是有什么更为重要的事情需要处理 而与他一样反应的便是加东秀吉 与此同时折顿也成功到达了林兰的天台之上 而春道也早已在此等候 再见到折顿后春道开口说道 你今天不会是打算向我挑战吧 折顿只是回应道 今天到这里的并不是折顿 而是将六枚钮扣全部收集到手的花泽三郎 所以请您接受我的挑战 其实春道早就料到了这一幕 于是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就这样林兰第二十七届新生霸主 正是向这所高校的顶点方屋春道发出挑战 而另一边的军司也终于见到自己的目标 那便是他最为尊敬的初衷学长三人祖宗的本城 而今日的本城也恢复到以往的装扮 显然他今天也做好被军司挑战的准备 于是二人来到一所隐蔽的场所开始了这场战斗 与此同时加东秀吉也见到自己想要挑战的目标 那便是三人组中的同岛黄海 至此林兰第二十七届最强的三位 正是向早已站在这所高校的顶点发出挑战 而这一幕也代表了林兰新老一代开始慢慢交替 此时林兰的天台之上早已挤满围观的不良 在众怒魁魁之下这场挑战赛也正式开始 只见哲顿在摆好姿势后一击中拳便轰向了春道 而大意的春道竟然被这一拳狠狠打中 再看到这一幕后围观的众人纷纷鼓掌呐喊 而春道也被这一拳成功激怒冰冷地看向了哲顿 哲顿也没想到自己这一拳竟然可以打中春道大哥 一时间他也不由地有些害怕 要知道在场的所有人之中最为了解春道实力的便是他 但是事已至此他知道自己绝对不能后退一幕 于是哲顿开始了一系列的热身 他也想见识一下几年未见的春道大哥实力到达了什么地步 只见哲顿在做完热身后竟然开口大喊道 过来吧野猴子 此话一出全场皆惊 因为春道最痛恨的便是被人叫做猴子 而敢叫他为猴子的人也仅有林田慧 对春道十分了解的哲顿显然是知道这一点的 他之所以这么做的原因就是想要激怒春道 因为他甚至一旦春道大哥进入愤怒状态便会失去理智 只有这样他才有可能取得胜利 想不到哲顿在其憨厚的外表之下还有着这一面目 显然他的作战计划是十分成功的 因为此时的春道明显已经愤怒到了极点提权便打向了哲顿 但愤怒下的春道简直是漏洞百出 于是又被哲顿抓住机会将其打飞了出去 在春道刚刚起身后哲顿的一脚飞梯便接踵而至 而这一击的威力更是惊人 春道在吐了口鲜血后也再次飞出 伪观的众人也都对哲顿所展现出的实力震惊不已 一时间他们也是无比兴奋 必定春道被一名一年级新生击败那可是他们十分愿意看到 而哲顿也被这一幕所感染 这一幕简直与他在初中时期打倒奥特曼的情节是一样的 于是他下定决心这一次一定要胜利 与此同时愤怒的春道也再一次冲了上去 看到此时的春道已经完全丧失了理智安田 也急忙地大喊希望其可以保持冷静 可现在的春道却早已被愤怒冲昏了头脑 而哲顿面对这样的春道也渐渐有了压制的姿态 春道也被哲顿一拳拳地打在了身上 一朵朵血花也向四周飘散 围观的众人也纷纷地为哲顿加油打气 在哲顿一连套的攻击后 春道也险些再次倒地 虽然此时的春道尚未倒地 但也让哲顿发现了机会 于是哲顿大喊着好机会 强力的一脚便踢向了春道 而围观的众人此时也拼命地大喊着 他们多希望哲顿这一脚可以命中 可是哲顿那强力的飞踢竟然被春道挡了下来 并且还反手抓住了哲顿踢来的右腕 在众人以及哲顿惊恐的眼神下 春道大喊着一拳便砸向了哲顿 这可是春道几乎全力的一拳 要知道在目前整部漫画中 也仅有林田慧可以扛住春道的拳头 反观哲顿被春道这一拳 禁止打飞十数目 鲜血与眼泪交织的花朵也在空中乱舞 随后便摔在地上丧失了意志 围观的众人在看到这一幕后 也纷纷改口开始为春道夹起了一颗 但是此时的春道怎么会放过他们 愤怒下的春道竟直冲向人群 开始了无差别攻击 至此这场战斗也以春道获胜而结束 你们认为在这场对决中春道究竟放了多少水 虽然这场战斗已然结束 但是此时还有另外两场挑战赛正在进行着 此时三人组中的本城满身是伤的从一个角落走了出来 虽然本城受伤严重 但是这场对决还是以他胜利而告终 因为他身后的军司已然失去意识晕倒在了地上 不得不说军司的实力真的恐怖 竟然在一年级的时候便可以与身为三年级的本城打得这么激烈 而另一边的同岛广海与加东秀吉的战斗也已然结束 只见浑身是伤的同岛平静的看向秀吉问道 还想再来吗 但此时的秀吉早已没有一丝力气 看到秀吉这般表现同岛起身后也开口说道 如果你觉得自己输了那以后就不要太过放肆 在别的学校我不知道 但是在临来你还不具备挺起腰走路的资格 虽然这样说但是我并不讨厌你 以后遇到什么困难你都可以前来找我 随后同岛便转身离开了 只留下待在原地沉默不语的加东秀吉 其实同岛是十分欣赏这位加东秀吉的 从他的身上同岛看到了曾经板东的身影 因为他们两个人无论性格还是心态都十分的相似 至此凌岛第二十七届新生争霸赛正式结束 而凌岛也恢复到以往的平静当中 本城与君丝的关系也恢复到从前那般要好 哲顿也比以往更加尊敬春道 至于秀吉吗 同岛相信他迟早会登上天台加入他们 就这样春道三位前辈用带有爱的铁拳成功教会 三位后辈属于凌岛的规矩 而性格怪异的秀吉 可靠的君丝 以及秘密武器折盾也将继承前辈们的意志继续保护这所乌鸦高校 至此凌岛五虎入学篇正式结束 我们也将迎接来热血高校第一部中最为精彩的篇章 那便是舌头篇 热血高校最强小队派也将成立 最后请大家点赞关注支持一下 你们的支持也是我更新的动力 我们的支持者是否又对于 无论的领化